来 继续我们来关心国际间的最新话题 长达十一天的尾巴冲突 终于暂时画下休止符 因为美国总统拜登的强力周旋 这个以色列内阁已经批准停火了 巴拉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也自行宣布停火 这波尾巴冲突从5月10号引爆到现在 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射了至少四千枚的火箭弹 以色列也对加萨走廊轰炸 巴拉斯坦死亡数字上看 244人1900人受伤 12万人无家可归 至于以色列也有12人这一回少民 另外来看到中国的制药品质恐怕又让人质疑 现在传出北韩有一名60多岁的高官 他只有罹患了高血压跟心脏病注院 结果医师帮他注射中国药剂 没想到还害他病纵身亡 金正恩已经气到下令 北韩现在的重点医院统统禁用中国的药 中美双方这一波也在拼所谓的疫苗外交 我们先来看到目前全球的染疫数字 现在依旧是美国印度跟巴西占了前三名 那当然印度每天新增的比例是最高的 那当然最近来说 台湾从这个礼拜开始 疫情也是逐渐爆发 好不过中国大陆是这样形容的 中国大陆现在呢 国安部对台湾所谓的启动认知作战 第一个他们似乎要分化对蔡政府的信心 还有要混乱台湾的防疫工作 国台办的发言人这样说的 说其实他们没有这样做 他说民进党是子虚乌有 是虚意捏造 甚至想嫁祸于人 说这是过去的惯用伎俩 他们还强调现在应该是怎么样呢 防疫为重生命至上 还说两岸同胞是血脉相连的一家人 但真的如此吗 这一波疫情武汉肺炎似乎真的就是从中国大陆引爆的 美国现在有最新的调查就发现 美国的共和党人是这样认为的重大间接证据 现在就显示了 的确这个新冠病毒外泄就来自中国的这一间武汉病毒的研究所 第一个他的证据过去就有外泄病毒的黑历史 再来呢 证据显示 美国驻宗的外交官在2017年就警告了 说武汉实验室有冠状病毒在进行危险的研究 再回推测过去 其实好多名的研究员在2017年的秋天就已经罹患了这样的病症 出现类似武汉肺炎的症状 而且还有证据显示中国官方就有参与武汉的实验室 美国CDC对这样的报告他们也不否认 而且他们就同样强调动物甚至是蝙蝠才是冠状病毒最常见的宿主 那目前为止来看到美国提出这样的一个证据了 而且美中现在还针对了疫苗的部分要打出来的外交战 来看到美国官员就透露 现在就是怕中国大陆用疫苗外交趁虚介入到这个事件 所以呢拜登已经立刻响应要支援八千万剂的疫苗 这当中锁定在拉丁美洲是优先的对象 因为拉丁美洲是中国大陆渗透的优先对象之一 其中在拉丁美洲包括就是宏都拉斯 他也在这一波的受赠名单 那现在呢他们可能不排除当初跟台湾断交 就是为了取得所谓的中国疫苗 好那的确拉丁美洲现在被视为是美国跟中国的角力战场 中国透过一带一路去掳获了拉丁美洲国家的心 美国在川普之内任内就已经力往狂澜 但是已经爆发之后呢 拉美国家需要医疗的援助 中国大陆又先伸出援手了 所以现在影响力此比稍长 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顺风车 随着中国经济蓬勃发展 中国国企盼能向全球扩张 而资金短缺却具有丰富资源的拉丁美洲 成了中国锁定的投资目标 十多年以来 中国在美国的后院拉丁美洲不断撒下巨额资金 光2010年就投资了高达350亿美元 还创下史上最高纪录 2016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更喊出 未来十年要对拉丁美洲投资高达2500亿美元 金元触角身上缺钱的各国政府 中国一在帮各国新建基础建设 同时又不断向他们提供巨额贷款当资金 但拉丁美洲不少国家欠的钱越滚越大 各个陷入债务危机 像是厄瓜多的水坝 有中国公司帮忙建造 中国的贷款条件则是要求厄瓜多 以80%的石油出口偿还 为期至少五年 但债务太大难以偿还 美国为了向拉丁美洲展现老大本色 美国前总统川普政府更打算向厄瓜多提供援助 我们要去攻击中国 我们要去攻击所有人 川普在准备下台之前还筹组了委员会 和厄瓜多签署一项28亿美元的基础建设协议 外界认为这笔钱是要拿来帮厄瓜多偿还中国的债务 但和中国一带一路的一兆美元比起来 美国和厄瓜多的委员会筹出了600亿美金 显得唯不足道 厄瓜多2020年9亿美元的债务仍无力支付 干脆向中方推迟一年再偿还 而同样为在拉美的委内瑞拉也有类似的种境 拉丁美洲许多国家偿还在两个国家 它可能会再赔到两三个国家 但它会在达20至30亿美元 拉丁美洲许多国家偿还 债务的能力越来越薄弱 让中国随之改变资金策略 用购买代替投资 2020年中国最大两家政策银行 停止继续向拉美国家提供新的贷款 中国反而从拉丁美洲 购买了价值大约多达1360亿美元的大豆 铁矿石和各种商品 拉丁美洲许多国家是在拉丁美洲许多国家 我们也看到很多东西 北京在拉丁美洲许多国家 动作大幅减少 收购的总资产 2020年却高达70亿美元 比2019年多了一倍 而这一年正值疫情蔓延之际 为了持续加深在拉美地区的影响力 中国扮起了救世主角色 中国向拉丁各国捐赠了价值超过2.15亿美元的医疗资源 而美国却只提供了1.53亿美元的救灾物资 美国硬是被比下去 根据统计 目前大约有1.44亿剂的疫苗 运往拉丁美洲人口最多的十大国家 其中超过一半的疫苗则是来自中国 虽然美国随后也主要会把即将释出的疫苗 提供给拉丁美洲 但具体数量依旧不明 甚至在物资援助上多年来屈居中国下风 如今美国惊觉自家后院早已被中共插满旗 拜登政府抢拉美大作战任务 预计也将正式开始 3015产生的不到